联發科智慧手機晶片 在中階市場表現強勁 包括中國及印度等地銷售成長 尤其華為禁令助攻業績 試掉機構統計 联發科第三季超車高通 成為全球手機晶片龍頭 联發科其實在今年 陸續的推出了 天機的一個系列的晶片 那麼備齊了高中低階的一個產品 那麼在高性價比的一個晶片 持續的一個推出之後 那麼也廣大了 獲得了中國的一個手機晶片 廠商的一個採用 這個都使得聯發科的一個試占率 那麼超越高通最主要的一些原因 我們自己也看得到說 應該今年可以超過 這個100億美元這樣的營收 喊出營收目標突破100億美元 執行長蔡立行功不可沒 2017年蔡明介延攬蔡立行 雙蔡合璧震驚業界 台積電時期 蔡立行以鐵血管理聞名 雖然轉戰中華電 繳出亮眼成績單 獲利達標卻不得人心 2017年來到營運正值 風雨飄渺的聯發科 重回半導體業 蔡立行不再鐵血 成為聯發科登峰關鍵 我們不光是招募新的人 我們更同樣的重要 我們給我們公司的同仁 一個好的工作環境 好的薪酬待遇 讓他們能夠安穩 用心的在公司工作 為社會貢獻 蔡明介充分授權 鐵血將軍化身暖男 多次公開發言感謝員工 上任一千多個日子 改用技術省成本 拼5G試占 股價翻兩倍 市值破兆元 雙蔡聯手 讓聯發科華麗轉身 打造台股另一座 護國神山 三零新聞新聞報導